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驾驶第七架飞机 穿越天门的飞行员 好 这架飞机已经起飞了 第七位运动员是来自俄罗斯的卡帕尼娜 她是这次几位飞行员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也是最年轻的一位选手 因为她是一位女性的话 我就担心她这个行李还把她宠住不了 不过作为有过这么多年经验的这个特级飞行运动员的话 我想性别可能不会起什么关键的因素 因为这个特级这个比赛的话 和这个专动的话 这个心情的话还是不一样的 卡帕尼娜是90年开始从事特级飞行的 她这个驾驶的是这个1526这个飞机 她这几位飞行员当中可以说是年轻的 也是资历比较浅的 但是她非常聪明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去年她获得了女子世界特级飞行比赛的冠军 因为她原来从事过这个自由体操 所以她这个学习这个飞行的话 这个物性就特别强 她经常会把这种体操的这种感悟揉到她的这个飞机动作里面 所以她的飞行动作也是非常舒展和优雅的 所以我有时觉得她这个 卡帕尼娜也是以一个翻滚的动作穿越了天门洞 她这个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还以为她很平稳地要过去 结果她打着滚过去了 看来您的确低估了这位女性的实力 所以以后还是不能小开这个女性 对 而且前几天记者采访卡帕尼娜的时候 她就说她以后一定会战胜男选手 成为世界第一名 看来她有这种心理准备 我们再来看看她的慢动作的回放 她是倒侧着进入这个洞口的 你看她晃了两下 好像说三动我来了 你看 撤飞 撤飞 滚 滚 滚 再滚 再滚 三 四 五 六 她这个滚翻的这个次数 好像比刚才那位舌头更多 是的 她这个滚出来以后呢 她这个倒飞的那个 你倒飞可能也没有